我爬這個 真的很難開 一看到火車頭 小朋友就迫不及待的往上爬 手腳並用的經過空中傾斜的車廂後 在溜下旋轉式滑梯 直說超好玩 很想玩 我覺得溜滑梯溜下來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很好玩 喜歡這裡嗎? 喜歡 這處讓小朋友玩瘋了的兒童遊戲場 就是位於南港車站前的南興公園 在當地南港里里長李治錦 與市議員雀梅沙共同爭取下進行大改造 以火車作為主題發想 設計三節由低到高的車廂 透過攀爬架與繩索鑽籠連結 再銜接不同長度的溜滑梯 其中這座傾斜式的飛天火車最為吸睛 南興公園其實在六年前 也是由我們李辦公處進行一個大改造 把他南興公園做一個無縫的接軌 但是發現當時的郵劇區就是比較舊式 然後孩子的參與性並不是那麼的熱絡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公園處一直有在推個 一個淋漓的異向造型的共榮式郵劇 然後李辦公處這邊就委託我們的港府區議員 切梅沙切衣座 然後在此做一個現場的會刊 然後由公園處來這邊爭取一個共榮式的這種郵劇 當時我們跟共同處同仁就有開過幾次的一個會議 就做一個討論 當然南興公園位置就在我們台北市我們南港區的南港車站前 如果有火車的主題做個意向 做個發想做一個設置的話 會更能夠突顯出我們南港的一個氛圍出來 當時我們討論坐車飛天行 其實我們是仿造我們台鐵的普悠瑪 普悠瑪有傾斜式的車廂的一個原意的概念 然後其實看到是裡面是傾斜的 我們裡面設置是平面的 讓孩子們能夠這樣子行進階由穿越 穿越隧道那個概念 然後由油具這樣子滑下來 加上一旁的盪鞦韆 南興公園成為家長六小孩的最佳場所 甚至吸引了外地家長前來朝聖 特別帶小朋友來體驗 我覺得那個網子的部分 蠻有挑戰性的小孩子來講 還有這個設計來講 我覺得他們也玩得很高興 跟一般就是外面的比較不一樣 一般對 就是它的造型啊 設計比較好 對 它小朋友比較好 對 應該還不錯 除了超酷的兒童遊戲場 改造後的南興公園 還規劃有展演舞台區 及體事人設施 讓民眾在三鐵共構 通勤人群西來南網的南港車站前 能悠閒享受都市裡難得的一方綠地 記者 張祈騰 台北報導 臺北報導 Lenny